第七十一章难忍,夜凉如水,丹王城的伤口,薄雾笼罩,给星空蒙上了面纱,一轮圆月,娇羞地将月光,洒落下来。 孙家府邸的房间里,林霜已经到了冲击玄圆之境的最后关头,三魂七魄已经从他肉身剥离,聚拢在眉心十海里,如今他正按照唐明阳的指引,将体内的天地灵气,淬炼伐毛洗髓后,空虚的肉身,脱胎换骨。 更重要一步,是他要将全身的先天真气,同天地灵气相融合,转换为玄圆真气。 一旦玄圆真气转化成功,即可温阳稳定十海的神魂,那么他就正是达到玄圆一重聚魂镜了。 唐明阳将最后一根金针从林霜的玉区上拔出来,该帮助的他都帮助了,修炼最终要看自己,这最后一步将先天真气转化为玄圆真气,只能看林霜的个人造化了。 转换成功,那么即可神魂巩固,成就玄圆,肉身脱胎换骨,寿元超越百岁,转化失败,那么此生都为凡人,红颜白骨,百年之后,黄土一头。 哎哟,捏我腰干什么? 唐明阳正关注林霜的气息变化,忽而腰间被一只小手狠狠捏了一下,扭头一看,就见林晶红着眼圈,美眸眼珠子打转,凶巴巴地看着他。 看够没,既然我姐姐已经不用你医治,还不转过头去。 我要紧盯他气息变化,万一出什么问题,也好及时提醒,若是你姐姐有个三长两短,你可别怪我。 唐明阳说完,假装生气地拂袖离开,不再管林霜的死活。 林晶倒是急了,快步跟上去,拦住唐明阳的去路。 又怎么了? 你你,那你还不去观察我姐姐的状况? 不去,我不仅费了天大力气救活你姐姐,还浪费两滴天地凌辱帮她冲击玄缘之境,到头来,唤不得你一声感激之话,还让你对我百般猜疑,心中对我又恨又怒,这算什么?你姐姐的死活,不关我事了。 你你,人家错了,还不行吗? 林晶听完唐明阳的诉苦,也觉得她做得太过分了。 她赶紧认错,见唐明阳仍旧生气,眼泪而流了下来,不知如何是好。 唐明阳见眼前家人委屈无助的样子,心里一软,将其搂入怀里,柔声呵护。 好了,别哭了,你姐姐若是有事,我会及时出手的。 家人入体,唐明阳再也忍不住,心园一马起来。 人家,人家是不是很无理取闹了? 林晶紧紧地抱在唐明阳的怀里,正想要撒娇一番,求得唐明阳的怜惜。 忽而知觉两只大手,如同灵敏的电蛇,已经钻入她的衣襟。 她仗红着脸,本能地挣扎,可抬起头来,见到唐明阳那双火热又霸道的星眸,瞬间就生不起任何的反抗之意,只是软软地趴在唐明阳的身上,任君踩鞋。 不,不要这样好不好,姐姐还在这里。 林晶声若闻啊,小脑袋趴在唐明阳的肩头,细弱油丝地说着。 虽然她姐姐闭上眼睛,看不见这混蛋对她的所作所为,但这种当着姐姐,她还是很不好意思。 你姐姐没有一两个时辰,是不会完成修炼的,你若怕她知道,就别发出声音,不就行了。 唐明阳呼吸火热地说道。 管不了这么多了。 她前世作为生死单尊,本就是个肆意而为,无法无天的人物。 她很久没有碰女人了,更何况如今已经被林霜勾起的邪火,此刻若是发泄在她妹妹身上了,更是一种刺激。 嗯,林京翘脸朝红,睁大着眼睛,紧张又带着她都不明白的复杂,盯着对面全力冲击玄园之境的姐姐。 她虽未经人事,但也知道唐明阳接下来要干什么。 她曾羞涩地幻想过洞房花烛夜时,身子献给夫君时,是何等的浪漫。 没想到她的身子,竟然是在这种情况下,给这混蛋霸道地夺走了,而她竟然还很喜欢。 院落里,孙南风已经调集她所能使唤的孙家高手,将整个庭院全都包围。 可她还是不放心,心里隐约有种不安的感觉。 她在庭院外,来来回回躲着步子。 想到被唐明阳如此轰出房间,她心里的怒火,越憋着越难受。 这里是她的地盘,她为什么要出来? 这混蛋在里面做了什么? 那对姐妹绝带家人,倾国倾城,已经被视为她的禁卵玩物,将来好好调教,让她们姐妹对她百依百顺,任其玩弄彩鞋,何等逍遥快活。 那混蛋万一在里面,自知无法救火林霜,露出狼子野心,用卑鄙手段迷晕临惊,先她一步,玩弄她的禁卵,然后逃跑,如何是好? 孙南风越想心里越不安,越想越怒火男人。 她想要推门进去,又碍于面子,犹犹豫豫。 她却不知道,此刻她最担心的不安,正在房里上演着。 月,落入西山,黎明前,最是黑暗。 时间在孙南风在焦急和不安的等待中流逝。 忽然之间,一股强大的气场,引动孙府周围的天地灵气。 从房间里传荡出来。 虽只是刹那,很快就收敛,但周围之人,全都感受得到。 玄缘之境的气息,难道? 孙南风骇然。 这是谁的气场? 难道是那个阳明堂的? 他隐藏修为,实则是玄缘之境的强者。 孙南风还未将这股玄缘之境的气场,联想到林霜的身上。 因为林霜才冲击玄缘之境失败,短时间是不可能达到的,更别说他身体在冰霜中封印如此之久,肉身早就亏损了。 也就在孙南风震撼之时,三股强大的玄缘之境气息,从孙府深处,快速靠近。 咦,风,我们感受到有玄缘气场从你院落传荡出来,还以为是你突破了玄缘呢? 不是你,房间里是谁在我们孙家突破玄缘之境?是你的师兄弟吗? 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先后出现在孙南风的面前。 浑浊的老眼,诧异地看着禁闭的房间,他们三人都是孙家坐镇的老祖宗。 对于玄缘之境的了解,比之孙南风要深,故而他们一眼就从刚刚的玄缘之境气场,判断得出房间之人,是刚刚突破成功。 他没有想来,能在孙家突破玄缘之境,定是信得过他们孙家,是和他们孙家关系匪浅之人了。 启禀三位老祖,里面有位少年,叫做杨明堂,是孙儿昨晚才解释的,他在房间,正为我的一位朋友治病。 哦,那你如此兴师动众,让人将院落围起来,这是为何?孙家老祖询问。 这,这是那杨明堂和孙儿的朋友临京打赌,若是不能治好他姐姐,那么甘愿将头斩下来,孙儿怕他食言逃跑,故而降财让人将院落围下来。 你且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告诉我,也包括你和里面之人的关系。 孙家老祖都是活了一百多岁的人物,从孙南风闪烁其词,毕重就轻的言语中,已经感觉的不妥。 就算是像孙家这样的大家族,如非真的双方有恩怨,有利益冲突,否则不会万不得已,绝不会去得罪一位悬缘之境强者的。 在凌驾于皇权的势力间,悬缘之境强者的地位,就跟世俗里的先天三重服重镜的宗师强者,一样地位尊贵,若是有闲散的悬缘之境强者,任何一方大势力都会极力拉拢。 就算是丹王谷,若是有悬缘之境的强者来投靠,也会给其一个内门护法长老的身份。 孙南风虽然是丹王谷的真传弟子,但他毕竟才是半步悬缘修为,此刻被三位家族老祖训斥,也是头皮发麻,知道自己闯祸。 半步悬缘和悬缘之境,看似只有半步之别,实则身份和地位,天壤之别。 断魂渊三十六成和各大势力开辟的城池,人口加起来,也有三四亿。 在有天地灵气的地方,只要天赋不差,普通人穷其一生,最后也都能达到先天三重浮重镜,更进一步者也能达到半步悬缘。 可悬缘之境的五修,整个凌驾于皇权的所有势力加起来,也不足一万人,可谓是万中无一。 因从半步悬缘到悬缘之境,除了需要有天赋和义里外,更需要有机缘和气运。 就算他孙南风是丹王谷的真传弟子,得到家族和宗门的无数资源提供修炼,而成为悬缘之境的几率,也不足百分之一。 糊涂,且不说此子身份不明,就他本来对我们孙家没有敌意,被你这么一弄,也会给我们孙家结下一个大敌。 你的身份还差女人吗?还不快将这些人撤去,然后吩咐下人,准备好孙家迎接贵客的礼数。 三位老祖齐声训斥孙南风。孙南风心里发苦,不敢有为,他若是早知唐明阳是悬缘之境强者,肯定不会如此做。 第七十二章 尴尬 林晶做梦都没想到,当他如同八爪鱼般,死死抱在唐明阳怀里,他姐姐忽然提前突破,停止修炼,睁开眼睛。 两姐妹美眸相对,两人皆修得无地自容。 姐姐,啊。 林晶如同见了鬼一样,失声尖叫起来。 那种在姐姐面前如同做贼般偷星的刺激感,化作羞耻的寒流,彻底将他的欲望所交行。 叫你姐姐干什么,他不会发现的,你小点声。 唐明阳正在云与乌山最兴奋时候,灵觉感知也最薄弱。 他并没有发现林霜已经突破修为,停止修炼,正用一双骇然震惊的美眸,颠覆所有的看着他们。 不,不要,快,快停下来。 林晶修的真想找块豆腐撞死了,他最不要脸的一面,都让他姐姐给撞见了,以后如面对他姐姐。 别出声,听到没。 唐明阳低声赤鹤,如同一头发狂的野兽。 林霜也没想到,他突破玄园之境后,心里的喜悦还没来得及和妹妹分享,睁开眼睛来,就看到妹妹和唐明阳的这一幕。 他虽然知道妹妹和唐明阳关系亲密,甚至很有可能已经失身于此人,但真正看见两人就当着他的面云与乌山,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他本能地想要大怒,可他怒什么?跟喜欢的人在一起,不是很正常吗? 他不怒了,只剩下羞耻,因为在妹妹的迷迷之音下,他又想起先前被唐明阳治疗时,全身被这混蛋火热大手抚过时,那种行动被激发的酥麻和燥热。 此刻,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我姐姐,姐姐醒了,快,快停下来。 林晶几乎用尽全力说出这句话,见唐明阳还没停下来,他羞耻像做坏事被当场抓住的孩子,得几乎要哭出来,可偏偏浑身软软的,没有任何一丝反抗的力气。 什么?唐明阳一听,扭头一看,也是傻眼了。 这才半个时辰不到,怎么就比他预计的提前这么多? 这这这,啊,恭喜啊。 房间,一下子安静下来。 气氛,一下子凝固静止。 那个,那个,林霜,你太有魅力了,刚刚为你治病时,勾到我也是邪火生疼。 京儿是我女人,没办法,我本以为你至少还需一两个时辰才能突破到悬缘之径,所以趁着这时间。 唐明阳不解释还好,他这么一解释,反而越说越尴尬,越说越让林晶和林霜两姐妹都无地自容。 你你,你还胡说八道些什么,放开我,混蛋,混蛋。 林晶恢复些力气,在唐明阳的怀里,又抓又咬。 羞死他了。 他赶紧捡起地上的衣服,慌乱地穿起来。 忽然瞥见唐明阳目光不轨地看着他姐姐。 此刻他姐姐同样是没穿衣服。 混蛋,看什么看,转过头去,穿好你的衣服。 见这混蛋赶乱看他姐姐,他又气又怒,凶巴巴地娇喝道。 林晶这话,也倒是惊醒了林霜。 他才发现自己同样没穿衣服,虽说他的身体已经被这混蛋看光,但刚刚那是为他治病疗伤,和此刻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吓得也赶紧扭过身躯,从储物戒指里拿出衣服,快速穿起来。 三个人的衣服都穿好了,围着圆桌坐着。 气氛还是很尴尬。 林晶低着头,想看姐姐,又害怕和姐姐对视目光。 林霜也是低着头,想看唐明阳,又不敢和唐明阳对视。 嗨嗨,林霜,将你的手伸过来。 干什么? 唐明阳本想打破尴尬的气氛,没想到这一开口,就引得林晶和林霜异口同声的剧烈反应。 其中林晶向头被踩了尾巴的母老虎,美眸带着防备和警惕,虎视眈眈地看着唐明阳。 而林霜,美眸同样带着警惕和防备,只是眸子深处更藏着一抹修意,很小心地才敢抬起头来看向唐明阳。 我只想帮你姐姐把把脉,诊断一下她身体情况。 唐明阳被这对姐妹当贼一样防着,心里也是一阵无语。 好了,京儿,你和杨公子的事情,姐姐就当什么都没看见,杨公子是有大本事的人,只要他对你好,姐姐也放心将你托付给他了。 林霜还是鼓起勇气,将敏感的话题挑明。 姐姐,人家,人家一辈子都要跟着你,才不想跟那个大混蛋在一起。 林霜听到姐姐如此善解人意的话,心儿一暖,眼圈一红,扑到姐姐怀里。 说什么傻话呢,杨公子不仅治好我伤势, 更能指导我突破至悬缘之境,可见他本事了得,他为我治病疗伤时,我见他目光清澈,可见他品行端正,正人君子,比那位给暗中我下药。 狼子野心想要将我们姐妹都囚禁的人,好上不知多少倍。 哈,其实我也没林霜你认为的那么好。 唐明阳被林霜这么一夸赞,即便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起来。 杨公子,你别谦虚,我知你本事不像表面看起来的修为那么简单, 京儿偶尔有些小脾气,可只要柔声哄他,他就会对你服服帖帖, 所以还请杨公子以后多些迁就他,莫让他受苦受委屈。 那是当然。 唐明阳笑着答应下来,心里可不这么想。 他堂堂生死单尊,用得着你这黄毛丫头如此说教。 林霜得到姐姐的认可和谅解。 又听姐姐将他托付给唐明阳,心里又羞又喜, 狠狠瞪了得意洋洋的唐明阳一眼,忽而又问道, 姐姐,那孙南风什么时候对你下毒的? 我当初还以为他是个好人,没想到瞎了眼睛, 差点洋入虎口,也害惨了你。 就在杨公子为我治病之前, 林霜将听到孙南风狼子野心的话, 重述一遍,两姐妹都同仇敌凯, 恨不得将此人碎尸万段。 碎不碎尸万段,暂且不论, 孙南风此人已经将你们姐妹 都看作她的玩物, 定然不会轻易放你们姐妹离开, 而我得罪她,她也不会轻易放过我。 再者,我又招惹了竹山炎家之人, 想来他们向我寻仇, 也只是这一两天的事情, 我先教你一门改容换帽和隐藏修为气息之法, 再想办法离开丹王城。 怕什么? 现在我姐姐成为玄缘之境的强者。 各大势力都争先恐后来拉拢, 就算放到二宗三门四谷, 也能混个护法长老职位。 我敢说, 现在我们走出去, 那孙南风非但不敢对我们怎么样, 反倒是孙家的玄缘之境强者, 都要出来接待。 临京大声说道。 哦, 唐明杨愣了愣, 他倒是对断魂渊的凌驾于皇权势力间的规则, 不是很了解。 杨公子, 此一时彼一时, 我们姐妹不去找孙南风算账, 他就要庆幸了, 绝无有胆子再敢对我们动歪念头, 否则, 孙家的三位玄缘之境强者, 也不会在外面等候我们出来了。 林双说道, 同时也很疑惑, 这本是常识, 唐明杨怎么会连这种事情都不懂。 姐姐, 其实她才混断魂渊没几天, 临京解释道。 原来如此, 我也正疑惑, 门外那三个老家伙, 怎么不杀进来呢? 既然如此, 林双你就找个借口, 我们快速离开孙家, 我的心中, 不安的预感见浓, 唐明杨说道。 三人起身, 唐明杨将房间布置的聚灵阵收好, 打开门, 等在庭院前的孙家三位老祖, 同时将饱含微压的目光落在唐明杨身上。 这三位孙家老祖, 听孙南风描述, 都以为房中的玄缘之境强者是唐明杨, 故而想要试探唐明杨的深浅。 咦? 三位孙家老祖都是以精, 发现唐明杨不是玄缘之境, 紧接着将目光落在身后走出的林双身上, 才发现他们的信息有误, 林双才是突破玄缘之境的人。 不由得又惊又害, 有老祖已经将疑惑的目光看向身旁后者的孙南风了。 孙南风也是大惊失色, 眸子里透出难以置信的神情。 他第一反应是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林双的伤势, 他亲自让他五星恋丹师的师父诊断, 连他师父都束手无策, 需要等丹王出关, 请教丹王。 再者, 他已经给林双下了天师锁魂之毒, 更让林双伤上加毒, 别说能治好了, 能将其唤醒都不可能。 然而此刻的林双不但治好, 而且修为更是突破到玄缘之境。 玄缘之境啊, 那是万中无一的突破几率, 就算他们这些二宗三门四谷的真传弟子, 也没有百分之一的把握。 孙南风像是见了鬼一样, 根本不敢与林双伶俐的目光对视。 半步玄缘和玄缘之境, 身份地位天壤之别。 从此, 除非他也突破到玄缘之境, 否则他和林双, 已经是两个层次的人了。 他只能偷偷看向旁边的林精, 心想着等会儿, 通过林精来打探房间里的情况。 忽然他目光一鸣, 他懂得月女之术, 如何看不出林精姻缘失守? 而且还是刚刚被人夺走的。 房间里就这混蛋一个男人, 除了他还有谁? 啊啊啊, 孙南风又悔又恨。 早知道, 当初林精带着他姐姐来求他时, 他也别装什么证人君子, 直接使些手段, 现将此女骗上床了, 玩弄几番, 还不怕他不服服帖帖。 搞得现在, 快到嘴巴的肉, 就这样被人吃了。 孙南风憋屈在胸口的怒火, 渐渐转变成为对唐明阳的杀意。 他看向唐明阳, 此子不是玄缘之境, 也就是说, 他杀此子也无所顾忌了。 正好, 此子吃了他下毒的茶水和点心, 只等时机成熟, 他就下手。 唐明阳敏锐的林精, 忽然感受到有人对他露出杀意, 瞥眼看去, 正见孙南风那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的眼神。 他嘴角勾起一丝嘲讽, 若非他急着想要离开丹王城, 他有一百种方法, 弄死此人。 第七十三章贪念, 孙家的三位老祖宗, 分别叫做孙进土、 孙进雷和孙进白, 都是孙家辈分最高之人, 曾经也有辉煌时候, 只是寿源将近, 半截入土, 这才隐世多年, 坐镇孙家本部。 以孙家的威望, 背靠丹王谷, 他们三老的身份地位, 可以说跺跺脚, 整个丹王城都颤三颤。 他们之所以等在院落里, 主要是听孙南风的描述, 摸不清唐明阳的身份和背后势力, 想要化解唐明阳和孙南风的冲突。 可现在一看不是那么一回事, 突破达到悬缘之境的人, 竟然是林霜, 而这林霜的年龄, 竟然还不足三十。 这么年轻的玄源之境修士, 断魂渊诸多势力间, 都非常罕见, 前途不可限量。 再者, 听孙南风描述, 林霜此女, 乃是无门无派的散修, 从未加入任何势力, 若是能拉起加入孙家, 能让孙家实力, 更上一个台阶。 老夫孙进土, 在此恭喜林霜姑娘成就玄源, 从此超脱于世, 逍遥自在, 孙福已经摆好宴席, 为姑娘欢庆。 以孙进土的辈分, 普通玄源之境的午休见了他, 都要值后辈之礼, 可如今他对林霜, 却摆出一副理贤下士的姿态。 可见他对于将林霜拉拢进孙家的渴望心情, 三位前辈, 能借贵府突破至玄源, 林霜万分荣幸, 只是小妹告知一件急事, 还需立刻去办理, 若是办好, 再来孙府, 拜谢三位前辈, 林霜找了个离开孙府的理由。 啊, 林霜姑娘的急事, 可否告诉, 我定然命孙府上下, 全力帮姑娘办好, 孙进土说道。 实不瞒前辈, 此事只有我和小妹亲手去办理。 既然如此, 我们就在孙府, 恭候林霜姑娘在登门, 这是老夫的太上长老令牌, 孙姑娘只需持老夫的令牌, 在断魂渊任何的孙家产业, 都能动用一切人力物力。 孙进土见林霜坚持离开, 不敢抢求, 以免惹恶林霜, 弄巧成拙。 要知道这么年轻的玄缘之境修士, 其他势力闻之, 只怕疯狂地争夺。 而孙家, 仅仅是丹王城的四大家族而已, 若说威势, 只能算断魂渊诸多势力里的二流。 多谢孙前辈。 林霜接过令牌, 就这样带着唐明阳和林京, 顺利离开了孙府。 看到没, 我就说嘛, 姐姐如今是玄缘之境强者, 孙家八姐还来不及, 绝不敢对我们胡来。 林京得意地向唐明阳说道, 那是因为他们想要拉拢你姐姐, 若是他们知道你姐姐对那孙南风怀有杀意, 只怕那三个老家伙, 肯定不会客客气气地送上孙家的太上长老令牌, 而是直接出手, 将你姐姐斩杀, 不留后患。 唐明阳说道。 杨公子说的没有, 断魂渊诸多势力的行事作风, 都是不得罪而已, 一得罪, 通常都是先下手为强, 斩草除根, 以绝后患。 我们直接出城吗? 林霜问道。 不, 直接出城, 目标太明显了, 我们找间酒楼, 改头换面, 隐藏修为和气息, 等白天人多知识, 再随人流出城。 唐明阳说道。 天边泛起于白度, 丹王城街道行人, 来来往往, 偶尔唐明阳会发现一两位玄园一 重聚魂镜的强者气息, 他见孙家之人果真不派人跟踪, 按舒口气, 带着林霜和林京来到一间比较上档次的客栈, 改头换面一番, 再行离去。 也就在此时, 丹王城的城门口, 严香庄带着严家一众高手, 急急赶回, 直接奔赴孙家, 欲要向孙南风质问杀子凶手。 孙家, 孙进土三人, 如今坐在先前林霜住过的那间房间里, 其中孙进土本人, 就是四星恋丹师。 他们想要通过房间里遗留的痕迹, 追查林霜的喜好, 生活习性等私人信息。 封, 你将那林霜的信息全都说出来。 老祖宗那林霜, 就是几百年前还名震断魂渊的凌辱林家的后人。 原来如此, 怪不得房间里残留着天地凌辱的气息, 只可惜啊, 成也凌辱, 败也凌辱, 林家衰败下来后, 反而因为天地凌辱, 怀避其罪, 引得追多势力窥视, 雪上加霜, 招来灭门之祸。 孙进土有些感慨, 一百年前, 他的一位老友, 就是凌辱林家之人。 老祖宗, 孙儿还得到一个关于凌辱林家的秘密。 哦, 说说, 凌辱林家, 实则是传说中, 古老五行家族里, 上古穆家的后人。 什么? 孙进土三人一听, 猛然经历起来。 传说, 上古五行家族, 是天武大陆最古老的五谷力量, 他们神秘强大, 凌驾于上古所有势力之上。 就算在上古五道和单道繁华昌盛之时, 五行家族的人都极少在世间行走, 偶尔有其传人入室, 无不傲视同辈, 同皆无敌, 甚至越级挑战。 因为上古五行家族所修功法, 所习五计, 皆是让人垂涎欲滴的天极功法五计, 所用法宝皆是强大无比的地极, 天极法宝。 更有传说, 上古五行家族, 世世代代, 共同守护着一个秘密。 而这个秘密, 就和上古灭世天灾, 和断魂渊的形成有关。 甚至还有传言, 说天舞大陆的灭世天灾, 就是上古五行家族酿成的。 当然了, 传闻不尽属实。 可孙进土知道, 炼丹师协会, 从未放弃过寻找上古五行家族的后人。 虽然炼丹师协会的目的不明, 但其他势力, 也热衷于寻找上古五行家族的后人。 因为找到他们, 就意味着有可能得到上古五行家族的天际功法、 武技、 法宝, 甚至是他们守护的秘密。 你这秘密, 可是从哪里听来的? 三个月前? 有个人冒犯我, 我将他折磨得生不如死, 他先祖是千年前从凌辱邻家分离出来的偏远分支。 这个秘密, 世代丹传, 传到他这一带, 分支也没落, 只剩下他一个人。 故而他将秘密说给我听, 以求让我饶他性命。 说来也巧, 一个多月前, 林京此女, 就带着冲击玄园之境失败的姐姐, 出现在我面前。 来求我联系丹王救治, 我本想着控制他们姐妹, 徐徐徒之, 没想到反被杨明堂辞子, 劫足先登。 什么? 你说那林霜, 是冲击玄园之境失败, 还身受重伤, 那怎么可能? 这也正是我奇怪的地方, 林霜此女, 半个月前。 伤势进一步恶化, 肉身开始出现结冰症状, 到如今冰封半个月之久, 可谓虚弱无比, 怎么可能还能冲击玄园之境? 再者, 在此之前, 我还给林霜偷偷下了天师锁魂之毒, 此女能活过来已经不错了, 绝无可能还冲击玄园之境成功。 这么说, 那个叫做杨明堂的少年, 不仅治好了林霜, 还帮助他冲击玄园之境成功, 他又身份神秘, 极有可能是上古五行家族的后人了。 孙进土目光闪烁着贪婪之意, 别说上古五行家族的秘密, 就是唐明阳手中能帮助林霜突破至玄园之境的方法, 也绝对是能引得断魂渊无数势力疯狂。 就算慈子不是上古五行家族后人, 他刚刚就在这房间里, 夺走了林霜的处子之身, 作纳苟且之事, 可见慈子掳获女子的手段极其高明, 林霜姐妹难逃他手, 他们家族的秘密, 定然也会落入他的手中, 老祖宗,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孙南风内心杀气滔天, 他视为禁卵的绝代佳人, 就当着他的面, 隔着一扇门, 这样云语乌山, 这简直比给他戴绿帽子还要狠。 上古五行家族的秘密, 非同小可, 虽不知是真是假, 可哪怕有一丝可能是真。 我们孙家若得知, 立刻可能更上一台阶, 能和断魂渊这些一流势力相媲美, 获得进入世俗扶植皇权势力的资格, 但, 如今首先要做的, 就是尽快打探杨明唐辞子的身份, 查清其背后势力。 另外, 他手中能让林霜冲击玄园之境成功的方法, 务必要打探清楚, 这甚至比得到上古五行家族的秘密更为重要。 孙进土目光闪烁着智慧光芒, 冷声安排吩咐。 他毕竟是活了上百年的老古董, 不像孙南风这般冲动。 他就算知道林双姐妹很有可能是上古五行家族后人, 他也打算按兵不动。 首先, 没查清楚唐明杨身份和背后势力前, 他们孙家就如同毒蛇般潜伏, 毕竟他们孙家虽然背靠丹王谷, 但丹王谷内派系利益太多, 争权夺势。 断魂渊比之孙家强大的势力有很多, 若是孙家遭遇强敌, 丹王谷很多势力, 甚至不会放过落井下石的机会。 其次,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若是他们鲁莽地将林双姐妹抓到, 而上古五行家族的消息走漏, 那么以孙家的实力, 非但受不住这个秘密, 甚至有可能招来灭族之祸。 最后, 唐明杨那个让林精由重伤之躯, 一举突破至玄园之境的方法, 若是传出去, 甚至比上古五行家族的秘密更劲爆, 更让人疯狂, 弄之不好, 更能引来灭族之祸。 传令下去, 将孙家所有大长老以上级别的族人, 全都召集回来, 商议家族兴衰大事。 孙进土有些激动地说道, 就在这时候, 忽然有孙家长老急急来报, 参见三位老祖宗, 什么是如此急? 启禀老祖宗, 竹山岩家的大长老岩湘庄, 率人来府兴师问罪, 他说他儿子在彩云镇, 死于一位叫做杨明堂少年的手里, 而这位少年, 正好跟随南风来到了孙府。 显然, 这位来禀报的孙家长老, 并不知道杨明堂一事。 这么巧, 孙家三位老祖宗, 皆是人精, 听见此时, 浑浊老眼都一亮, 闪烁着阴谋诡计。 他们正愁怎么试探 杨明堂此子的背后势力呢? 没想到竹山岩家的人, 就送上门给他们荡枪时。 风, 你跟我去见见岩湘庄? 是, 老祖。 第七十四章 冤家路窄, 孙家的春建大厅本是招待贵客所用。 若大厅堂, 庄点的金碧辉煌, 几个美肌, 温柔地服侍着, 可还是消不了坐在大厅里, 严香庄等人的滔天杀气。 让孙南风出来见我。 严香庄才抿了一口茶, 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杀子之仇, 任谁都冷静不下来。 严香庄, 稍安勿躁, 孙家自然给你个交代。 忽然, 一声苍老沉稳的声音, 从厅堂之外传来, 每个人都一惊, 这声音仿佛就是从他们耳边响起一样。 晚辈严香庄, 见过孙前辈。 严香庄将孙进土走来, 微微一愣, 心里的怒气稍稍压制下来, 行了一个晚辈之礼。 孙家能让孙进土来见他, 可见孙家之诚意。 你的事, 我都听说了, 正好我在何方下棋, 也就来见你。 我也不拐弯抹角, 首先, 杨明堂辞子, 他只是风前晚在仇云园认识的, 这点你事后可以去查。 其次, 就在半个小时前, 死子和两个女子, 刚刚离开了孙府, 他们的行踪, 我们孙家并不知晓, 最后, 女儿被杀, 此事和孙家无关。 孙进土走进大厅, 坐在主位之上, 看着极力压制怒火的严相庄, 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孙进土如此辈分, 又如此坦诚, 严相庄自然不会怀疑孙进土话里有假。 他一听唐明阳半个小时刚离开, 心里一急, 就要告辞寻找唐明阳的下落。 多谢前辈坦诚相告, 杀子之仇, 手刃在即, 请恕晚辈无礼, 等大仇得报, 再来登门谢罪。 此子年纪轻轻, 就有半步悬缘修为, 严相庄, 你们贸然找此子报仇, 可知此子的身份。 孙进土见严相庄, 已经作为试探唐明阳的枪使, 心里冷笑, 表情却假装好奇地询问他最想知晓的问题。 严相庄没有多想, 回答道, 此子来自世俗楚国, 最先出现在宇城, 干涉天都宗在楚国的世俗势力。 除了我而外, 此人还击杀多名天都宗内门弟子, 并且此子不顾炼丹师协会的规矩, 赫然在世俗里对凡人展开大屠杀, 不仅天都宗要抓拿他, 如今炼丹师协会也开始调查此子, 严前辈, 在下告辞了。 严相庄说完, 急着带人追捕唐明阳。 春见大厅的严相庄, 却眉头皱了起来。 老祖宗, 既然天都宗都抓拿此子, 此子又在世俗犯了炼丹师协会的规矩, 我们是否要先下手为强? 孙南风问道。 炼丹师协会乃是自上古灭世天灾后, 统治整个天武大陆最强大的势力, 它定下的规矩就相当于世俗的法律班, 任何势力都要遵循, 否则下场只有一个, 那就是抹杀。 孙家势力虽大, 可若是想在世俗灭了某个凡人家族, 也不敢光明正大, 而是偷偷扶植几个世俗势力, 然后借助世俗恩怨对凡人家族进行灭门。 否则打着孙家的名义在世俗大开杀戒, 那就是明目张胆的要挑战炼丹师协会的权威, 那么孙家也离灭门不愿了。 而此刻, 唐明阳在世俗的大开杀戒, 就算他背后的势力再大, 也绝对不敢庇护此人, 否则就是挑战炼丹师协会的权威, 要受到炼丹师协会的抹杀。 立刻追查三人消息, 我们孙家先下手为强。 孙进土犹豫了一下, 老眼就迸发出坚定的目光, 同意孙南风的建议。 此子既然明目张胆地触犯炼丹师协会规矩, 那么他们孙家也不用顾忌其次背后的势力了。 唐明阳还不知道, 因为竹山严家透露的消息, 使得孙家最终心定决心, 加入到抓捕他的行列里。 然而在此刻, 冤家路窄, 他和林晶, 林双姐妹, 还未走进面前这间高档客栈, 迎面走来一群人, 迅速将他们围住。 爹, 就是这对狗男女, 就是这小子, 在仇云园逼我下跪的, 呜呜, 爹, 你要为我做主啊。 顾清红见到唐明阳和林晶, 就像见到杀父仇人一般。 他哭诉一个晚上, 将他爹从闭关了拽出来, 大清早本想着去孙家兴师问罪, 没想到半路上就遇到了唐明阳三人。 这里是丹王城, 顾家是丹王城四大家族之一, 此时不报仇, 更待何时。 明阳, 怎么办? 林晶一见顾清红, 本能地紧张起。 他瞧了眼顾清红身边气息深沉的中年男子, 见其竟是玄园衣虫具魂镜强者, 更暗道不好。 他姐姐虽然也是玄园衣虫具魂镜, 但这时状况又和刚刚在孙家的状况有所不同。 如今是仇人见面, 不报仇则已, 一报仇, 当真是斩草除根, 不留后患的。 唐明阳伸手轻轻捏了捏林晶软软的小手, 示意他不要紧张。 他环视一圈, 先天三重浮重镜有七人, 半步玄园有三人, 为首气场强大者, 则是玄园衣虫具魂镜初七。 清晨的街道, 往来之人并非很多。 反正也要逃跑, 债多不压身, 若能将为首的玄园衣虫具魂镜初七者斩杀, 剩下之人, 就好办了。 更重要是唐明阳的内心, 那股不安感, 越发的浓烈。 他没有时间耗下去。 在下丹王谷长老顾云坟, 丹王城顾家大长老, 为请教姑娘尊姓大名。 顾云坟是极其护短的人, 否则也不会因女儿被打一事, 从闭关里出来, 立刻上孙家找孙南风理论。 他见女儿指着唐明阳和林晶怒骂, 眸子里毫不掩饰对唐明阳和林晶的杀意, 但顾及面前的林霜是玄园衣虫具魂镜修为, 这才忍着没有出手, 立即将两人斩杀。 林霜 林霜面纱蒙住她的绝世容颜, 可蒙不住她倾果的气质, 美眸带着冷意, 可在周围之人看来, 却别有一番动人风情, 更激起男人的征服欲望。 即便是以为人妇的顾云坟, 也不由地在林霜身上看几眼, 内心生起男人的占有欲望。 林霜姑娘, 你身后两人, 在仇云园杀我顾家之人, 比我女儿当众下跪, 此事不仅关系我顾家颜面, 更关系丹王谷的宗门颜面, 不知林霜姑娘何门何派, 何此两人是何关系。 顾云坟见林霜只报名字, 不报宗门事例, 更进一步追问。 林霜眉头微皱, 美眸看向旁边的唐明阳, 想看看唐明阳有何应对之策。 他如何不知, 只要这顾云坟知道他无门无派, 那么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客气。 爹, 他犹犹豫豫, 不敢抱上宗门事例, 想来背后也没有什么大事里撑腰, 和他废话这么多干什么, 想来他和这对狗男女也是一伙的, 你, 要想不得罪我们顾家, 跪下来, 磕头求饶。 顾青红嚣张跋扈, 眼睛充满怒火和嫉妒。 他这辈子, 最看不顺眼就是那些美丽的女子了, 认为这些美丽的女人, 都是狐狸精。 玄园义重具魂镜又如何? 这里是顾家的地盘, 无门无事, 得罪顾家, 就算玄园静强者, 也要跪地求饶, 否则绝对走不出丹王城。 唐明阳见着顾青红, 仗着顾家的权势, 依旧如此嚣张。 心里冷笑, 这顾云坟只是玄园一重具魂镜初期, 就算正面对战, 他也有把握将其打败, 再加上有林霜帮忙, 要斩杀这顾云坟, 只怕也并不难。 但这里毕竟是丹王城, 一旦开战, 务必一击必杀, 速战速决, 否则引来丹王城的玄园之境, 强者为攻, 那么他就算能斩杀顾云坟, 也要陷入包围泥潭, 死无葬身之地。 见顾云坟并未将他放在眼里, 而是注意力都集中在林霜身上, 并且目光带着战友欲, 唐明阳心里暗喜, 已经有了偷袭计划。 你怎么才愿放过我们? 他假装害怕, 上前一步。 他这一步, 极为讲究, 已经和林霜并排而立, 并且距离最具威胁的顾云坟, 已经不足两米。 放过你。 顾清红以为唐明阳真是惊恐害怕了, 更是得意和嚣张。 自费修为, 然后跪下来, 学狗叫, 我见你是条狗, 能讨我喜欢, 或许可以考虑饶你一条狗命。 顾清红见唐明阳愣在原地, 显然在犹豫着要不要给他下跪, 他从父亲顾云坟身边走出来, 手里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一柄宝剑, 朝着唐明阳的气海丹田刺去。 小心。 林霜见唐明阳没有躲闪, 出声提醒, 同时运转功法, 一缕玄圆真气凝聚在指尖, 刚想弹射出去, 阻止顾清红的见识。 忽然之间, 一股旁边的气场笼罩下来, 他的玄圆真气刚刚弹射出去, 在半路已经被顾云坟同样弹射出去的 玄圆真气所阻止。 林霜姑娘, 小女和此子的恩怨, 还请你不要插手。 顾云坟淡淡地说着, 他已经看得出林霜是刚刚突破玄圆之境没有多久。 他此生从未见过如此角色, 只要查清此女身份, 若是其背后没有大势力撑腰, 将其囚禁作为自己的玩物, 岂不痛快? 这一边, 顾清红的剑刺过来, 唐明阳一个侧身, 轻巧躲过。 你这条死狗, 敢躲开? 顾清红大怒, 一剑刺不中, 第二剑横削向唐明阳的脖子, 他就要将唐明阳的人头给砍下来。 唐明阳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突然伸手抵挡, 左手掌轻巧在宝剑上拍了一下。 顾清红只觉得, 剑身传来一股让他莫知能欲的力量, 手中的宝剑震飞而出, 持剑的右臂剧烈疼痛, 仿佛骨头都被震断斑。 你, 爹, 救我。 顾清红正想赤喝唐明阳赶还手, 骇然间就见人影一闪, 唐明阳震飞他宝剑后, 人影已经飞窜到他面前。 他飞身退去, 已经来不及了, 而旁边的护卫想要出手支援, 也来不及。 他只能惊恐地向他爹求救。 找死。 顾云坟目光凶猛闪过, 一步踏前, 脚下的大地仿佛缩地成寸斑, 已经挡在顾清红的面前。 他抬起手来, 一缕玄缘真气在他掌中弥漫, 引动丹王成微弱的天地灵气, 泛起三寸的掌芒, 朝着唐明阳的头颅击去。 小心。 林霜大惊可想要出手, 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眼睁睁开着唐明阳的脑袋, 下一刻要被顾云坟给拍成肉泥。 第75章, 疯狂再次斩杀。 半步玄缘和真正的玄缘之境, 实力差距到底有多大? 只有成为玄缘之境的林霜才知道, 在玄缘真气的加持下, 只怕十个半步玄缘巅峰的舞者一起围攻他, 都会被他轻易地斩杀。 因为玄缘真气和先天真气, 那是两种层次上的能量。 只怕半步玄缘舞者的权力一击, 都击不碎他的玄缘钢气防御罩。 他虽然知道唐明阳是半步玄缘, 也知道唐明阳在单道医术上很厉害, 甚至还会指点了他怎么突破到玄缘之境, 但他知道唐明阳毕竟不是玄缘之境。 他看到, 在顾云坟玄缘之境的气场笼罩下, 唐明阳像是要后退, 可他的动作在顾云坟的掌势锁定下, 身体仿佛惯了牵, 动弹得十分的艰辛。 林霜想要出手, 可已经满了一拍, 况且他看得出, 顾云坟击向唐明阳的这一掌, 实则只用了一两成的实力, 而剩下的八九成实力, 则用来防备他的出手援救。 也就是说, 即便他来得及出手, 也救不下唐明阳。 爹, 别杀他, 我要将他当狗一样养着, 让他生不如死。 已经脱离危险的顾云坟几时出生, 大声喊道, 他生怕他爹这一巴掌, 就将唐明阳给拍死了, 那样太便宜辞子了。 明白, 顾云坟满足女儿的要求, 拍向唐明阳的手掌, 不仅收回几分威力, 还改拍向唐明阳的肩膀。 他自信, 这一掌, 只要拍中唐明阳的身体, 钻入磁子体内的玄源真气, 足以破坏磁子的奇经八脉。 碰, 然而就在顾云坟的手掌即将拍在唐明阳肩膀时, 他忽然发现, 有股能量将他的手掌给抵挡住。 他瞥眼一看, 这是一层淡青色的玄源刚照。 护身法宝, 顾云坟有些诧异, 没想到唐明阳身上竟然有罕见的防御法宝, 这连他也没有。 紧接着, 他的眼中泛起强烈的贪婪, 杀了磁子, 这就是他的战利品。 即便有防御法宝又如何, 那也只是抵挡他几招, 给磁子几秒的喘息而已。 快退。 林双没想到唐明阳身上竟然有防御法宝, 关键时候能够抵挡得了顾云坟的必杀一击。 他娇喝一声, 不再犹豫, 运转功法, 闪电出手, 玄源真气凝聚在他的双掌间, 泛出近乎三寸的全芒, 引动周围的天地灵气。 强大的玄源气场弥漫而出, 即便是周围的半部玄源舞者, 也要在这威视之下, 退后半部。 早就防着你了。 顾云坟左手翻转, 又一掌朝着唐明阳拍去, 与此同时, 右手聚集了他八分十力, 出拳轰响迎面而来的林双。 就等着你这样了。 唐明阳攻击顾青红, 不过是想要引诱顾云坟攻击他。 他假装不敌, 激发从带绿处得来的玉佩防御法宝, 不过是让顾云坟以为他只有这点实力, 从而放松对他的警惕。 现在林双的出手, 成功吸引顾云坟的七八分实力, 正是他下杀手的绝佳机会。 顾云坟的掌拍在唐明阳的能量防御罩时, 唐明阳已经出手了。 他两条手臂在龙血真气的运转下, 泛起妖异的血光, 肌肤晶莹如玉, 浑身三百六十处丹穴的龙之气劲, 如同一条条暴龙, 喷涌而出, 汇集在双臂, 融入血肉骨骼里。 他双臂如同两条蟒蛇, 有为人体骨骼构造, 贴着顾云坟的手掌, 缠在他的手臂上。 唐明阳这双手臂全力爆发, 到底有多少力量? 至少他双臂轻易举起过十多吨的巨石。 他全力爆发, 力量何止万斤? 双臂如蟒, 蟒蛇绞杀? 什么? 顾云坟大惊失色, 死亡的危险, 冰冷无情地笼罩他全身。 此子隐藏实力, 他快速运转玄弓, 一层悬圆真气刚照, 从他肌肤泛起, 想要护住双臂, 防止唐明阳双臂如蟒般, 角断他的左臂。 可是, 当他的悬圆真气刚照还未形成时, 唐明阳的双臂力量, 已经将他的整条左臂撕成粉碎, 与此同时, 一股近乎三四万公斤的距离, 轰击进入他的身体。 这是纯粹的肉身力量。 直接, 狂暴, 没有任何技巧可言。 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之下, 顾云坟绝望了。 此子的肉身, 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单论肉身而言, 他见过最厉害的玄园之镜强者, 双臂力量也仅仅有五千多斤而已。 而他的肉身力量, 也仅仅两千多斤。 他拍向林霜的右掌, 凝聚了他八成力量, 临时变招, 击杀向身边的唐明阳。 去死吧! 赶毁他手臂, 最不可赦。 只是这回, 唐明阳的出手速度, 竟然比他更快一丝。 顾云坟只觉得大地一震, 踏了一个大坑, 他立足脚一个步稳, 向后倒去, 锁击向唐明阳的右掌, 自然发不上力。 而地面的大坑, 仅仅是唐明阳猛然用力, 往地面一踏。 好恐怖的肉身力量, 顾云坟绝望了。 他终于明白, 此子分明就是半猪吃老虎, 给他下套。 如此恐怖的肉身力量, 就算正面和他厮杀, 只怕他也不是此子的对手。 不单是顾云坟, 旁边想要出手救下唐明阳的林霜, 也看傻眼了。 只见唐明阳栖身而尽, 双臂如同蟒蛇般, 再次缠上顾云坟的身体, 猛立一脚, 顾云坟的身体在半空中, 被唐明阳残忍得撕成五六块, 鲜血和血肉, 飞溅一地。 残暴, 血腥, 恐怖, 瞬间震撼所有人。 一位玄源之境的强者, 就这样死了。 连顾家这边的人, 都没有从这震撼血腥的场景里回过神来, 就见唐明阳已经如同杀神般, 冲入顾家的阵营, 几乎一手捏碎一个脑袋。 啊, 别, 别杀我, 别杀我。 顾青红吓傻了, 眨眼瞬间, 所有人都死光, 而且都是被眼前这沙神, 残忍地将脑袋捏碎成肉泥。 惊恐和后悔, 弥漫他全身。 他, 到底招惹到什么魔鬼? 若是时光可以倒流, 他知道唐明阳如此可怕, 给他十个胆, 他见到唐明阳, 也都要绕道而走。 给过你活命机会, 如今, 死。 唐明阳捏起顾青红的脖子, 看着这个恶心的女人, 猛然用力, 将其脑袋给摘下来。 他凌厉的星眸朝着四周快速扫尸一圈, 四周围观的人群, 见着沙神般的光芒投射而来, 全都吓得赶紧逃跑。 还愣着干什么? 跑。 唐明阳见四周并没有悬远之径的高手发现, 朝着看傻眼的林双姐妹低声一吼, 他将身上染血的血衣撕成粉碎, 然后一边运转身发飞逃, 一边换上干净的衣服。 他这回带挑不起眼的小巷走, 走入丹王城人口密集的住宅区, 挑了其中一间翩翩的小屋, 走了进去。 三两下就将小屋的一家三口给制服住, 打昏迷。 将你们身上的衣服都换了, 我来帮你们改头换面。 唐明阳说着, 用手掌在他脸上一搓, 看似简单, 实则已经激发他面部的穴位, 改变面部激励, 已经换了一张脸庞, 与此同时, 他也将他的修为气息, 彻底释放出来, 变成先天二重化圆镜。 脱衣服啊, 愣着干什么? 唐明阳又换了一件衣服, 抬起头来讲尖, 林双姐妹还愣在原地, 不由地赤鹤道。 你你, 你能不能转过身去? 林京小声说道。 转什么转, 你们姐妹在我面前, 还有秘密吗? 快点拖。 唐明阳可没有时间跟他们姐妹废话。 现在可是在丹王城, 他还不知道丹王城里, 有没有玄园三重神游镜的强者。 玄园三重神游镜强者, 可以神魂出体, 遨游天地。 一旦有, 他们可以根据战斗现场遗留下的气息, 追踪到他们的藏身之所。 所以, 现在是争分夺秒。 他们不仅要改变面容, 还要改变气息。 你, 你什么你, 快换衣服啊。 唐明阳怒吼一声, 走过去, 抓起林京气红的小脸, 用力地揉了揉。 林京只觉得这混蛋的手掌, 有七八股暖瘤, 钻入他脸上的肌肤, 肌肤有些僵硬, 紧接着就恢复了自然。 正好旁边有一面铜镜, 他往镜子里一看, 只见镜子里的自己, 那绝世的容颜, 已经变得极其普通了。 这, 他用手摸了摸小脸, 发现镜子里陌生的女子, 也同样的动作摸着脸庞, 才确定那真的是自己。 啊, 你敢撕我衣服? 正在发愣的林京, 忽然听见撕的一声, 他身上的衣服已经被唐明阳撕成粉碎, 完美的欲曲, 彻底暴露在空气里。 他又羞又怒, 正想要发飙, 可见唐明阳冰冷的眼神冷冷扫过来, 他顿时感觉一股死亡气息笼罩住他, 浑身都忍不住打个寒颤。 这, 这混蛋, 若是我, 我敢不听他的话, 他该不会把握也撕碎了。 想到这, 林京只觉得心里委屈, 他身子都给这混蛋了, 可他还敢对自己这么凶, 半点怜香心欲都没有。 唐明阳可无暇理会林京感性的女孩子心思, 他如今的处境, 当真是稍有不慎, 立刻死无葬身之地。 该你了。 他走到林霜面前, 伸出掌来, 往林霜的面旁搓去。 林霜反倒是没有林京反抗那么激烈, 只是当唐明阳的肌肤再次触碰到他时, 他身子不仅要尖哆嗦一下, 正当他愣神时, 只听见他身上的衣服同样撕一声, 被唐明阳撕成粉碎。 比林京还要完美火爆几分的欲曲, 彻彻底底暴露在唐明阳面前, 唐明阳即便前不久刚看完, 即便如今事态紧张, 也忍不住多看几眼。 而他这几眼正好被林霜所捕捉到。 两人四目相视, 林霜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可见唐明阳贪婪地看他, 心里又生出一丝复杂的心情。 愣着干什么, 半分钟之内换好衣服, 我们立刻就走。 唐明阳忍住不去欣赏眼前的春色, 怒声喝道。 第76章 全城搜捕 嗡 嗡 嗡 急促 洪亮 震耳的钟声 一短两长, 响荡整个丹王城 紧接着城池东南西北 四扇允京玄铁打造的 六米多高大门 缓缓地合上 整个城池之人 全都禁止外出 丹王城三百多万居民 听着震荡心头的急促洪亮钟声 愣了愣, 紧接着想起 丹王城的成规 全都骇然震惊 这是丹王城出现仅次于灭门危机的一短二场 警钟长明啊 此中敲响 所有人都要回到住所 闭门不出 接受身份盘查 不是丹王城居民 则要集中在丹王广场 任何街道 都不能容人逗留 先前战斗之场 已经被城卫兵给封锁 街道中间被踩踏破裂 形成凹坑 汇聚成一汪血潭 残枝碎体 散落一地 触目惊心 在战斗现场 除了顾家的六位悬员之境强者 更有丹王谷的十多位悬员之境长老 悉数到场 欲要查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成有惩罚 综有综规 在场的丹王谷长老们 都带着愤怒 有三四十年了吧 都不曾有人敢在丹王城撒野 更别说敢在丹王城里 击杀丹王谷的长老了 有灵犬出动 嗅着尸体上残留的气息 开始全场追捕 然后追捕到唐明阳 最先驻留的那间民宅 这些玄园之境长老 本身也会辨析追踪之法 来到房间 忽然发现凶手的气息没有了 紧接着是另外三股 完全不一样的气息 又见到地面上破碎的衣服 脸色都一变 一男两女并且会改变气息的法门 他们沿着全新的气息 从房间里追击而出 追击到城里的丹王河 就此断了气息 派人下水搜索 另外追踪每一股 突然从河里上岸的气息 丹王城 很有很多无人居住的闲置房屋 唐明阳三人 则躲在其中一间 林京从窗口缝隙里 往外撇去 街道上 一排排成为士兵 声音洪亮地 吼着警钟响起的规矩 本地居民回家等候 接受检查 外来居民 到丹王广场集合 接受盘查 街道的行人虽然混乱 但城卫兵们 却有条不紊地执行着命令 林京原本还以为唐明阳 如此高明的改头换面 和隐藏气息手段 用不着多次一举跳入水中 再次进行第二次 甚至如今第三次的 改头换面和隐藏气息 现在看来 还好唐明阳有先见之明 否则他们姐妹 只怕早就被丹王谷的人发现了 在丹王城杀人 还杀死对方的那门长老 果然不是这么轻易 就能逃跑的 现在该怎么办 这些空置的房间 很快就会有人来盘查的 林京小脸煞白地问道 将衣服换了 再将这药汁涂抹在身上 唐明阳已经在这段时间 调配至初一碗 隐藏气息的药汁 他顾不得男女之别 当着两姐妹面前 脱光光衣服 然后用药汁抹在自己身上 有了前两次经验 林霜和林京虽然害羞 但逃命之时 也顾不得这些 赶紧脱去衣服 按照唐明阳的吩咐 将药汁都涂抹在身上 这药汁能吸收周围之人的气味 融入你们身上的气味里 这样即便是灵犬 也追踪不到我们的踪迹了 单王城的盘查很严密细致 我们没有明确的身份 迟早要露线的 谁说我们没有明确的身份 唐明阳从储物戒指里一翻 将一块剑王谷的长老令牌 抛给林霜 你也不用伪装实力 你的身份就是剑王谷的长老 唐明阳说道 姐姐 这个方法可行 剑王谷的霸道 整个断魂渊都是有名的 并且论威势 比单王谷还要强大一丝 想必单王谷的人 看到你的身份令牌 也不敢过多无理的盘查 林霜眼睛一亮的说道 事实就是如此 弱肉强食 事强凌弱 没权没事的人 身份不明 被单王谷的人 关入天牢 花个十天半个月 查明身份也有可能 可有了强大的身份 单王谷也就顾忌起来 你 你哪里来的令牌 你说呢 唐明阳一脸淡然 林霜见妹妹低着头 不敢答话 又见唐明阳这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心里倒吸口凉气 这 这混蛋 难道曾经和他妹妹一起 还做出杀了剑王谷长老的事情 我们分开行动 你扮演剑王谷的长老 我和京儿 则扮演天华宗的弟子 唐明阳将一块来自斩杀 颜灿等人的身份令牌 抛给林京 基本计划算是有了 单王城再是大 这城也封布了多久 特别是有明确身份的人 只怕身份盘查完 有些人急着出城的 就要吵着出城了 我们出城后 在仇云园的废墟之城集合 三人商量 将唐明阳计划的一些细节 补充完整 特别是伪装身份的背景资料 林双和林京两姐妹 生活在断魂冤里多年 也知道些剑王谷和天华宗的名人 他们将身份资料伪造得天衣无缝后 也就分头走出了房间 融入到街道被城卫兵驱赶的人群里 万一有见王谷或者天华宗的人 撞见我们 那该怎么办 林京紧张地问道 这是他们计划里最大的缺陷 那只能杀出去了 唐明阳悄悄握住林京的小手 发现这小妮子手心全都是冷汗 不由地微微笑道 没事的 你都说了 像这些大门派 那门弟子都有好几千 门中派系林立 就算同门之人 也不可能完全认识 再者那些外出闯荡 几年都不回宗的 也有很多 至于那种学艺有成出师的 更多 至于你姐姐那边 像那些大宗门 小势力依附的护法和长老不知多少 身份更不容易暴露了 别担心 好吗 嗯 林京柔提背唐明阳皆是有力的大手 稳稳握着 心里暖暖的 甜甜的 忽然又说道 你以后不许再对人家凶了 我有吗 有 刚刚你就朝人家吼了 谁叫你不听话 难道你以为我的话是开玩笑 就算人家做错了 你也不许对人家凶 啊 林京有些蛮不讲理的撒着娇 忽然发现臀部一紧 已经被这混蛋的大手给偷袭了 嘿嘿 以后不对你凶了 林京又羞又不敢声张 偷偷的环视四周 他改头换面 气质和面容完全变得普通 故而周围之人 并没有过多关注 这才稍稍安心 他见唐明阳对他使坏 也并不反抗 反而将唐明阳的一只手臂紧搂着 忽而想到什么 恨声警告道 以后不许色迷迷看我姐姐 该看我都看了 大坏蛋 那你看他好了 以后都不许碰我 这话可是你说的 你你 两人一路打情骂俏 很快就来到了丹王广场 丹王广场占地30多亩 中间是炼丹师协会大殿 可即便如此大的地方 此刻也都挤满了人群 唐明阳和林京来到时 已经挤不进广场里 只能在士兵的维持下 站在广场的街道上 丹王城的士兵在维持着秩序 然而收效甚微 特别是有些要来丹王城办事 或者要急着离开的人 已经开始有怨言了 林京见如此乱糟糟的场面 这才心里稍安 丹师盘查身份就是巨大的工作量 而对几十万人的身份细分 细致盘查核实背景资料 没有个十天半个月 根本弄不来 况且这些人 也不会等你十天半个月 故而 丹王城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就是内吸真气的排查了 外在气息可以改变 内在气息改变不了 想要出城的人 到这条街道上排队 每个人往晶石上注入一丝内吸 没有问题 即可出城了 丹王城的做法同样直接高效 他们从尸体里提取凶手的内吸 装入晶石法宝里 受盘查者 只需将一丝内吸注入其中 如果晶石法宝有反应 那就证明是凶手了 甚至连身份都无需盘查了 你怎么办 林双不经意 已经来到唐明杨的身边 敲声地询问 人全是唐明杨杀的 故而尸体里残留的 都是唐明杨的内吸真气 无论他们如何伪装 内吸真气都伪装不了 只需两种同源真气接触 那么晶石法宝就其反应 无妨 我修了两种功法 只需将另一种功法的内吸 使出来即可 唐明杨说道 即便他不用生死真气 也有很多种方法 刺激人体穴道 改变人体内吸的特性 常常的队伍 排到了城门口 看来出城的人倒是很多 唐明杨抬眼瞥去 城门之上 至少藏着七八位 悬缘一重聚魂镜的强者 甚至有一股 悬缘二重出窍镜的强者气息 毫无疑问 若是身份暴露 陷入围攻 他们必死无疑 城门口的检查 也十分的快速 首先 通过检查内吸的方法 修为是伪装不了的 据目击者证明 一男两女里 有一男一女 是悬缘一重聚魂镜 故而他们重点盘查 悬缘镜强者 对于悬缘之镜的舞者 大都是走个过场 目的是防止 悬缘强者伪装修为 果然 当林霜接受盘查时 检测完内吸真气后 还不能放行 成为士兵恭敬地说道 前辈 由于凶兽是悬缘之镜 并且还有一位女子 据目击者称 那位悬缘之镜的女子 并没有出手 所以 还请您到那边客房里 稍作休息 等丹王谷前辈们 进一步核实你的身份 自然会让你离开的 林霜一听 心里一紧 悬缘之镜的女修很少 正巧又出现在 丹王城里的更少 故而凡是悬缘之镜的女修 嫌疑都非常大 林霜之所以紧张 正因为如此 能不能蒙混过关 就看她接下来的表现 会不会穿帮了 第77章暴露 在不远处 还在排队等待检查的林京 见到姐姐 悬缘真气检查通过后 还要接受进一步的盘查 不由地紧张担心起来 本能地抓紧唐明阳的手臂 怎么办 林京生怕姐姐出事 放心吧 这只是例行检查 只要她身份不被揭穿 就没问题 你看 那边不是也有一位 悬缘之镜的女修 也被拦下来了吗 唐明阳指着另一个检查通道里 有位和林霜一样 通过第一道内息检查 还要被拦下来的悬缘女修 林霜很快就冷静下来 身份盘查的状况 并不算超出他们逃跑计划的范畴 她如今要伪装的身份 是剑王谷普通长老的身份 想到剑王谷行使的霸道作风 林霜面色一冷 正想要装着霸道起来 谁知 在旁边的另一位 貌美的玄缘之镜的女修 比林霜更先一步的霸道起来 滚 我堂堂四项门长老 接受你们盘查 已经是给足你们丹王谷面子 我还有钥匙要办 没空和你们纠缠 让你们丹王谷长老来见我 温美冷声和怒 大秀一幅 面前两个半步悬缘的统领 被她一秀给击开 二宗三门四谷 这是按照势力来排名的 论实力 四项门属于三门之一 实力远在丹王谷之上 她温美 可不是那些小势力依附的四项门的长老 而是堂堂正正的核心长老 她当然有这个嚣张的资本 滚 让你们能说得上话的人来见我 林霜也趁机发难 将面前的半步悬缘统领击飞 两个悬缘之镜的强者同时发难 城门的盘查陷入僵局 林霜间温美扭头看向她 她心思一动 客气行礼道 剑王谷杨霜 为请教姐姐名号 原来是剑王谷的妹妹 在下四项门温美 这丹王谷的人也太霸道了 他们追查凶手 倒是追查到我们头上了 当真是岂有岂礼 温美肩 林霜见王谷的身份和她差不多 也是不满丹王谷对他们额外的盘查 正好同仇抵抬 温姐姐说得不错 我们就要走 看着丹王谷 能将我们怎么样 滚开 林霜身影闪烁 连灰几掌 城门的几十士兵 都被她练练击飞 温美见林霜如此霸道 心里暗道 剑王谷之人霸道 果真不假 不过我们四项门 也不能在此弱了声势 想到此 温美也闪电出手 将面前的城卫兵横扫大片 同林霜会合 共同杀出城门 城门内的唐明杨见此 暗道林霜机制 这样拉拢温美一起闹 无形之中 就会以为他们两人 是一起的安全程度更高 果然 丹王谷长老很快文讯赶来 有人阴沉着脸 住手 温美 你这是如何 哼 你们丹王谷里 还有人认得我 我倒问问 本姑娘倒是犯了 你们丹王谷和调规矩 你们丹王谷将我盘查之后 还要带去再盘查一遍 难不成 你们丹王谷之人 要跟我们四项门过不去 温美见有人认得他 气焰更嚣张 这就是断魂渊 凌驾于皇权势力的形式规则 势力比你强大一点 在你面前就能嚣张一点 没错 在下见王谷杨霜 此次和温姐姐一道 倒要问问你们丹王谷 难道以为我见王谷 也怕你们丹王谷不成 林霜趁机也发话 手中多了一块丹王谷的令牌 怒甩给其中一位丹王谷的长老 别看他如此嚣张 实则他心里紧张到了极点 成败在此一举 身份若是揭穿 面对七八位玄元一重拒魂镜强者的围攻 那么他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城门内 林京死死地捏着唐明阳的手臂 心也提到嗓子眼里了 唐明阳则是若有深意地朝着城墙几个方向扫了眼 在那里他感受到几股玄元之境的气息 其中又多一股玄元二重出窍境 如果林霜身份暴露 那么他也没有办法搭救 好在那位拿着林京身份令牌的丹王谷长老 检查没问题后 和旁边的两位长老眼神交流一下 就将令牌递还给林京 温眉修士 杨霜修士 有几位恶徒在丹王城击杀我们丹王谷之人 其中有一位凶手便是玄元之境的女修 故而我们才对玄元之境的女修特别地排查 若有得罪还望见谅 丹王谷领头的长老客气地说着 排查你们也排查了 怎么 你们认为我和温姐姐就是凶手 林霜接过地回的身份令牌 见对方不起疑心 反倒更加咄咄逼人 以显示剑王谷的强硬作风 杨霜修士 温眉修士 你们既又宗又门 当然不是凶手 那还不快滚开 温眉冷横 丹王谷长老 见两女都如此嚣张 心里又气又怒 可无论是剑王谷 还是四项门 势力都比丹王谷强大一丝 再加上他们还有凶手要搜捕 只好忍气吞声 况且他们要全程搜捕时 早就想到会有强者发生冲突了 温姐姐 我们走吧 林霜大摇大摆地走出丹王城 提着嗓子眼上的心 这才稍稍放下来 她发现 她的手心竟然全都是汗 等走出丹王城 有一段距离后 温眉忽然问道 丹王谷那些人 为什么要抓你 啊 林霜假装听不明白 心里早就大惊失色 暗自防备起来 她到底哪里漏了线 首先 你的令牌 是何新长老的身份令牌 何新长老 唯有真传弟子 修为晋升至悬缘之境时 才能担当 你很年轻 年纪应该不超过40 修为有些不稳 肯定是刚晋升悬缘之境 没有多久 故而若是在剑王谷 定然也是鼎鼎有名的 真传弟子才是 我在两年前 才晋升悬缘之境 并且剑王谷的真传弟子 我也认识七七八八 至于女修 我更会去留意 可我从未听说 有你这么一号人物 其次 你在城门时 急于将令牌抛给丹王谷 证明自己的身份 并且有意拉拢我 让丹王谷的人认为 我和你早就认识的样子 好侧面证明你的身份 最后 你很紧张 温梅微笑着 说出她的推断 你想怎么样 林双拉开霍温梅的距离 紧张起来 这件事 可不单只牵扯丹王谷 她手中的剑王谷令牌 更是牵扯进剑王谷 两大超级势力 无论哪一个 都能让她死无葬身之地 杨妹子 别紧张 我若想裁穿你 在丹王城时 就可以拆穿你了 我只是很好奇 你在丹王城 到底做了什么事 让丹王谷 敲定一段二场景中 封城来抓捕你 丹王谷之人 妻我和我朋友 我们一怒之下 斩杀他们 其中有一人 则是丹王谷的长老 原来如此 你和你朋友 有胆识 妹妹既然还防备我 那姐姐 我也不和你同行了 就此别过吧 温梅微笑道 多谢姐姐 谢我做甚 我根本不认识你 后会无期 啊 后会无期 林双看着温梅几个闪身 已经跃入密林 消失在她的眼前 心裁算放下来 既然顺利出城 她也不敢在丹王谷 成为逗留 而是朝着仇云园的路上 慢慢行进 希望后出城的 唐明阳和她妹妹 能够赶得上她的脚步 丹王城的城墙 某间密室 孙晋图等几位孙家派系的 丹王谷长老 聚集在这里 爹 那杨双就是林双 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将她抓拿 孙家当代家主 同时也是丹王谷的 副谷主孙武英不解问道 她的修为 则是孙家超越所有人 达到了悬缘二重出窍境 小不忍则乱大谋 若是将此女当场抓拿 首先 优先处置此女之权 若在顾家且不说 此女身上的秘密 只怕我们孙家 也独吞不下 其次 此女只一个人现身 而那个杨明堂身上 能让受重伤的此女 安然突破至 悬缘之境的秘密 比此女的秘密更为重要 故而放走此女 只不过为了 调出身后的杨明堂此子 爹 此女伪装的天衣无缝 你甚至只在窗口 远远瞥了眼 如何判断她就是林霜 在孙家时 我曾给此女一块 太上长老的令牌 里面藏有我的一缕分神 只要在我方圆千米内 我都能感受得到 如今 我已经派林英去盯着此女了 你赶快想个理由 带家族的悬缘境强者 去埋伏此女 等待杨明堂的出现 记住 千万别要大意 此子能将顾云粉杀死 修为定然也是悬缘之境 知道了 正好绸云远古镇的地底宫殿遗址被发现 丹王谷长老会决定要封锁那片地方 我则以此为由 带人出城 至于城中搜索 死的是顾家的人 就由他们顾家派系来忙活吧 城门这一边 唐明阳和林京 很快就安全通过内息检查 出了丹王城 终于出来了 我们已经比姐姐晚半个时针出城 赶快去找她吧 先别急 等走一段距离再说 若是急着和你姐姐会合 一男两女很容易成为怀疑的目标 恩 每次证明唐明阳的决定都是正确的 林京乖巧了很多 丹王城前 只有一段两千多米长的关道 剩下的就是原始森林 路需要自己去判断方向 故而人走到这里 大都是分散开来 对身边靠近的陌生人都互相戒备 因为在这里杀戮 可没有什么规矩可言 咦 没走多久 杨明唐忽而感受到两股悬缘之境的气场 从距离他们不远处的密林 飞掠而过 这两人虽然做得很隐秘 但还是瞒不过唐明阳敏锐的灵觉 怎么了 玄缘之境强者刚刚经过 有一人我们认识 就是孙佳那三位老祖的一人 唐明阳对气息很是敏感 几乎和他接触过一次 他都能够记住 是不是来抓我们的 林京紧张起来 应该不是 唐明阳摇摇头 要抓早就在城里抓了 况且他们的伪装做得非常好 没有理由被发现 或许只是巧合吧 可唐明阳的心 不安的预感慢慢又出来了 第七十八章表姐 舞者拒魂凝破 成就玄缘 已经可以开始参悟天地 正式踏入舞道里 故而玄缘之境的强者 对自身的疾胸祸福 冥冥之中 都有股微弱的感应 林霜也是如此 自从和温媒分开 他就隐约有种被人监视的感觉 几次他利用浓雾弥漫的断魂冤 复杂地形 藏踪隐稀 可那种被监视的感觉 仍旧如影随形 挥之不去 可他有没有发现身后 有任何人追踪的迹象 他骇然 他相信他的预感 他之所以没有发现 不是对手实力比他高太多 那就是对手的跟踪手段太过高明 怎么办 我还是先到仇云园 那里人多落脚 我混在人群里改膝换面 实在不行 就等杨明堂来了再说 他足智多谋 本事又强 定然有办法 想到这 林霜硬着头皮 往仇云园的方向飞掠而去 途中并不放弃努力 可惜都是徒劳 无论他怎么努力 那种被监视的感觉仍旧在 丹王城距离仇云园 直线距离 接近八百里 荒山野岭 密林荆棘 没有任何路可言 若是遇到某片地区 独物瘴气阻路 还需要绕道而行 唐明阳心里不安的预感 又渐渐浓起来 自从刚刚感受到孙家的 玄缘之境强者气息后 他总觉得自己忽略了什么 他嫌林荆的身份速度慢 抱起林荆 人如猎豹 在独物荆棘里 飞速奔行 玉山翻山 玉水涉水 中途倒霉的 还惊动一头两米多高 几乎成腰的黑胡 虎皮凡间冰刃难伤 普通三四位半步悬缘强者 遇到此虎妖 也要凶多吉少 唐明阳本不想理会这头虎妖 被其在屁股后面追击几个山头 也是恼火 碎停下来将其斩杀 即将成腰的老虎 骨头血肉皮毛蕴含灵性 可用来入药 浑身都是宝 唐明阳也不浪费 将尸体装进储物戒指里 继续赶路 同时 他心里也对断魂渊更加的警惕 看来不单止双溪林的魔窟洞穴里 有人面蛇妖 说不定在地面上 断魂渊的某些穷山恶水 人际罕至的绝险之地 也藏着许多厉害的妖兽呢 下午深时五刻 他和林精来到了仇云园 很不幸运 他这一路都没有遇到林霜 这也并不意外 毕竟从丹王城到仇云园 并没有固定的路 好在他们约定在废墟之城的 炼丹师协会大楼里碰头 夕阳开始西下 阳光透过博物独障 罩在废墟之城的残垣上 一条手臂粗的灰纹毒蛇 听到动静 从坍塌的房屋废墟里探出个头来 轻轻地吐着蛇信子 阴阴地看着踏入他领地的唐明阳和林精 然后绕到两人的身后 准备发动偷袭 对于断魂渊的毒虫猛兽来说 人类带有灵性的血肉 是他们最佳的补品 唐明阳当然知道 身后有条毒蛇在跟踪着他 可他继续赶路 并不想在这条毒蛇身上浪费哪怕一秒 因为断魂渊的毒虫猛兽 数不胜数 永远都杀不完的 而这一路上 他也不知道杀了多少想要攻击他的毒虫猛兽 你们两个人 给我站着别动 就在这时候 一股半步悬缘的气场 从唐明阳左前方的一片 荆棘密林里传出来 是一个男子的声音 用命令的口吻 强硬的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只因为他感受到唐明阳和林晶的修为 都只有先天二重化圆镜 而他则是半步悬缘 只要唐明阳和林晶不乖乖配合 他能主宰这两人的生死 荆棘密林之下 是一片建筑废墟 唐明阳眉头微皱 目光朝废墟扫了眼 他已经发现那里还潜伏着三个人 两个先天三重浮重镜 一个先天二重化圆镜 真是找死 唐明阳心里冷笑 想着要不要大开杀戒 速战速决 不要 旁边的林晶 轻轻抓了抓唐明阳的手臂 示意他不要冲动 前方吉里 就是废墟之城的炼丹师协会广场 在他们没有找到姐姐前 不要节外生枝 唐明阳也明白林晶的意思 况且 来到仇云园的废墟之城后 他内心的不安更浓 1.唐明阳 正当唐明阳想要展露他的视力 将这些人震慑住时 一个清脆带着诧异的女子声音 从荆棘密林里传出来 紧接着 一道青色的娇俏身份飞闪而出 这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女子 先天二重化圆镜修为 容貌清秀 虽比不上林晶绝美 可也算小美女级别 她来到唐明阳面前 认真看着唐明阳几秒钟 震惊道 真是你 唐明阳 你是 唐明阳摸了摸她的脸蛋 再出丹王城后 为了安全起见 她再度变换面容 不过她为了省事 说是变换面容 实则只是恢复她的本来面目而已 可她做梦都没想到 在这里竟然有人认得出她的真容 苏小唐 唐明阳搜索记忆 终于想明白 眼前这个女子是谁了 是她的亲表姐 唐王子女极多 故儿子女间也有亲书之别 而苏小唐的母亲 则是和唐明阳的父亲 是同母的亲兄妹 所以唐明阳和苏小唐 是亲的不能再亲的表兄妹 因为她姑姑嫁入的是 凌驾于皇权的苏家 所以唐明阳和苏小唐 见面并不多 只是两年前 她父亲去世 她姑姑带着苏小唐回来祭奠 这才有了一面之缘 但因为身份差距太多 即便有了表情关系 她和苏小唐也不是很熟 小唐 你认识她 这时候 荆棘密林里 又闪身出一个男子 面容英俊 眼神傲气地 在唐明阳身上扫了眼 露出几丝警惕防备之意 她是我世俗的亲表弟 咦 你的修为 怎么到先天二重化圆镜了 苏小唐认认真真打量唐明阳 又是一惊 这修为都赶上她了 她明明记得 两年前她娘亲带她回外公家祭奠舅舅时 这个表弟只有壮体经后期 废物不说 又是纨绔子弟 不入她眼 深深受到她的鄙视 甚至若非和她有那么一丝血缘关系 只怕和她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可毕竟是她亲表弟 故而她对唐明阳的长相有些印象 有些机缘就修到了 唐明阳淡淡地说着 苏小唐听了 又已经 到底什么机缘 能让一个亡固废物 两年之间脱胎换骨 忽然间 她想到了娘亲跟她提过的一件事情 这唐表弟的母亲身份不简单 原本是二宗之一的玄木宗核心子弟 因和舅舅相爱 触犯宗规 为了不连累唐家被玄木宗灭族 她生下唐表弟后 就彻底和唐家断绝联系 不知去向 舅舅死了 难道是那位神秘的舅母将她调教的 想到此 苏小唐终于正是唐明阳这位表弟身份 因为唐明阳已经有做她表弟的资格了 原来是小唐的表弟啊 表弟你好 在夏天临宗于成飞 你们两人先站着别动 在你们身后十米 潜伏着条金眼灰鳞蛇 几乎成腰 正好你们很巧地将她引出来了 现在站着别动 等我们将她捕抓到 少不了给你好处 刚刚命令唐明阳和临京站住的 就是这于成飞 她追求苏小唐已久 此刻听到唐明阳是苏小唐的表弟 心里输了口气 不过听到唐明阳只是来自世俗势力 心里不以为然 更是将唐明阳看低 世俗之人 二十岁前就修炼到先天二重化圆镜 已经算是绝世天才了 可在凌驾于皇权的人眼里 不过是稀松平常 稍微有点资质的 都能达到 于师兄 他们的修为只有先天二重化圆镜 这条妖蛇速度如电 至少有先天三重服重镜的实力 而且有剧毒 他既然是我表弟 我绝不会将他置于危险里的 苏小唐出言为唐明阳说话 小唐 此蛇非常狡猾 又速度如电 如今潜伏的地方 又是废墟荆棘 地形复杂 嗅到危险 往洞穴里一钻 我们拿它根本没有办法 况且我们在这里蹲守近半个月了 这是最好的机会 放心 有我们在 你表弟不会有危险的 于师兄 苏师妹 你们快退 这条金眼灰鳞蛇 又潜伏出来了 这时候 隐藏在暗处的一人低声传来话 我们快隐藏起来 小表弟 你们站在这里 别动了 于成飞拉着苏小唐 急急要退走 唐明阳冷笑 身后这条金眼灰鳞蛇 起码有先天三重服重镜修为 若是普通的先天二重化圆镜舞者 三四个都不是其对手 这鱼成飞让他们做诱饵 分明是不顾他们生死 拿他们生命做赌注 他目光有些冰冷地看向苏小唐 看看这和他有着一层血缘关系的表妹如何做 苏小唐 我修为也是先天二重化圆镜 蛇妖感应到我修为低 定然不以为意 我和我表弟在一起 这样多一个人 也多一份保障 苏小唐正脱掉于成飞拉着的手 身影闪烁已经来到唐明阳的身边 小唐 你 于师兄 你修为高 气场强 快退 金眼灰鳞蛇好像警觉了 于成飞一听 跺了跺脚 狠狠地瞪了唐明阳一眼 若是他的苏小唐 有个三长两短 他非要将这不知哪里冒出来的表弟 碎尸万段不可 可金眼灰鳞蛇对他们来说 太重要了 若是能将其斩杀 他的鳞片能做四五件刀枪不入 水火不清的蛇鳞内甲 小唐 你要小心点 金眼灰鳞蛇若是攻击 你立刻往我们埋伏的方向退 知道没有 知道了 苏小唐应了一声 大眼睛却开始好奇地打量唐明阳了 第七十九章七软怕硬 后面的金眼灰鳞蛇盯上我们了 我们往这边跑 苏小唐抽出一柄黄极夏品的法剑 指着左前方的荆棘密林 那里的建筑废墟 是他们早就布置好的陷阱 他让唐明阳和林晶先走 这点让唐明阳对这位突然出现的表姐好感再多几丝 苏小唐并不知 正是他这个举动 无形中挽救了他和另外三位师兄的性命 好啊 还愣着干什么 苏小唐见唐明阳和林晶愣在原地没有动 不由的交集喝道 林晶当然以唐明阳为主 他当然知道唐明阳的本事 别说身后追击的小小蛇妖了 就算是悬缘一重巨魂镜的强者 唐明阳也是说杀就杀了 他现在好奇的是唐明阳的身份 这混蛋原来真名叫做唐明阳啊 可恶原来这混蛋一直骗他 想到他连身子都给了这混蛋 而这混蛋却连真名都不透露给他 林晶心里的气氛可想而知了 不过在外人面前林晶不好发作 只等这混蛋在想碰他身子时 看他怀给不给 不是条小小的毒蛇吗 斩杀就是了 唐明阳淡淡地说着 他可没有空和这些人玩什么狩猎游戏 尽早解决这档事 他也好去找林霜 他的实力相当于先天三重浮重镜 我们根本不是他对手 混账 于师兄 计划有变 我和表弟三人在这里缠住他 你们快来帮手 苏小唐气急败坏地大声喊道 因为就在唐明阳耽误的这会儿时间 他想要逃已经来不及了 若是三个人慌乱地逃 反而留给金眼灰林蛇 单个攻击的机会 滋滋 一道灰芒闪烁 面前的一株大树颤了颤 树干上 缠着一条成人手臂粗 五米多长的毒蛇 他吐着蛇信子 金色的蛇眼 阴毒地盯着眼前的三个猎物 苏小唐如林大敌 见唐明阳和林晶仍旧默然站着 甚至连武器都没有拿出来防备 内心的气更不打一处 你们 你们还不拿出武器 准备和我一起战斗 苏小唐急声喝道 不停地转换身位 死死盯着快如闪电的金眼灰林蛇 这条蛇也在他们周围 变换着方位 游走爬行 将他们给围在中央 混账 小唐 这两个人找死 你别管他们 注意好你自己安全就行 我们这就来 远处 于成飞三人力声喝道 可却不急着赶过来 显然他们是想要等金眼灰林蛇攻击后 这才合围上来 可见他们将金眼灰林蛇 看得比苏小唐三人的性命更重 苏小唐心里暗怒 这鱼成飞 平日里对他百般讨好 不过是见他美貌 想要骗他上床而已 关键时候 利益当头 竟然也将他当作诱饵来使用 金眼灰林蛇即将成腰 也有几分智慧 听到四周还有人 有些焦急 左侧一株大树 猛然一颤 金眼灰林蛇 五米多长的身子 如同离弦之剑般 闪电而来 快让开 破空声响 苏小唐本能地想要躲闪开来 可他忽然发现 身后的唐明阳和林精 还是那副木讷之态 他若是躲闪开来 身后两人就暴露在 金眼灰林蛇的攻击里 可恶 苏小唐后悔死了 若是时光到回 他定然不会多此一举 出来认这个拖他后腿的表弟 可这亲毕竟认了 再加上这表弟的本领 若真是那位神秘的旧母教的 那他说不得能和旧母取得联系 在凌驾于黄泉的势力理混 实力和势力都是安身立命之本 苏家虽然是天灵宗礼的大家族 但他的父母毕竟只是苏家里身份普通的人 他在世俗人眼里是高不可攀的凌驾于黄泉势力 可在苏家里 他身份很低微 娘亲说过 旧母除了曾经是玄慕宗的核心弟子外 本身更是玄慕成杨家的家主之女 我若能通过表弟高攀这层关系 以后无论在苏家还是在天灵宗都能很好的立足 富贵险中求拼了 一念之间 苏小棠紧咬银牙 手中的法剑轻轻一抖 一片寒光剑影 所向已经飞射到眼前来的金眼灰灵蛇 还愣着干什么 快出手帮我 出手同时 苏小棠再度急声喝道 若是他单独和这条金眼灰灵蛇纠缠 只怕撑不过三招 然而就在他声音刚落下 手中的法剑还未斩杀至金眼灰灵蛇时 忽而他的小蛮腰一紧 已经被一只大手给握住 粗犷地抱起 拉了回来 他睁眼一看 已经落入唐明阳的怀抱里 可他非但没有感谢唐明阳 将他拉离金眼灰灵蛇的攻击 反而急声怒道 你干什么 我让你出手和我一起 他声音还没有说完 忽然瞥见地面上 那条金眼灰灵蛇 死死地躺着不动 他再认真一看 这金眼灰灵蛇的舌头 已经被人砍下来 而唐明阳手持的一柄 玄优色的法剑 此刻正带着血 了解 我不是说了吗 小小的毒蛇 斩了就是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唐明阳青阳嘴角 淡淡说道 你你 你这柄法剑 是玄机法宝 苏小唐本想震惊于 唐明阳为什么能瞬间 斩杀这条金眼灰灵蛇 可很快就注意到 唐明阳手中的玄优灵剑 散发出的强大煞气和灵性 他立刻判断出 这柄法剑的等级 这条金眼灰灵蛇 最厉害之处在于 浑身蛇灵 刀枪难入 就算是下瓶法剑 也很难破开他的蛇灵 如果能有轻易 破开他蛇灵的法剑 那么他的实力 也就不足为惧了 没错 他是一柄玄机法剑 唐明阳随口答着 目光却一亮 就在他用玄优灵剑 斩杀这条金眼灰灵蛇时 他灵觉感受到 法剑里孕育的剑灵 隐约间拨动一丝 他目光露出一丝骇然 杀戮能让这剑灵快速成长 这是一柄凶煞之剑 里面的剑灵 也偏向于嗜血 不好 你快将你的宝剑收起来 别让我那三个师兄看见 苏小唐忽而脸色大变的 提醒唐明阳 可已经晚了 埋伏在周围的于成飞三人 听见金眼灰灵蛇 攻击的破空之声 知道猎物已经上钩 立刻冲出来围杀 可当他们冲出来时 却发觉金眼灰灵蛇 已经被斩杀 不由得骇然 又瞧见唐明阳所持的 带血法剑 感受到法剑的灵性 正是旋即法剑 顿时明白这条蛇 是怎么死的了 同时眸子里都闪过一丝贪婪 呀 小表弟 这金眼灰灵蛇 是你斩杀的 你手中的法剑 可真锋利啊 不知从何得来 可否让为凶巧巧 于成飞极力掩饰 他的目光里的贪婪 相比于金眼灰灵蛇的价值 简直比不上唐明阳手中 法剑的百分之一 一件好的法宝 至少能将他的实力 提升一个台阶 他若能得到这柄玄机法剑 天灵宗的真传弟子里 他是不是可以挤进前五 有何不可 唐明阳四小飞笑 将手中的玄油法剑 抛给于成飞 于成飞诧异 难以置信的结果 飞过来的玄油法剑 他没想到唐明阳 竟然对他半丝防备都没有 就将玄机法宝 抛给他看 难道 此子不怕他杀人夺宝 于成飞心里杀意和犹豫 来回闪烁着 他是个小心谨慎的多疑之人 这位苏小唐的表弟 若非是无脑的傻子 就是还有其他依仗 师兄 这柄法剑 乃是我舅母赐予他的 我表弟的舅母 可是来自玄穆宗 苏小唐见唐明阳 真的将剑抛给于成飞 心里大吉 若是这于成飞杀人夺宝 说不得连他也要斩杀 虽然娘亲一再叮嘱 舅母的事情是绝命 但他也顾不得许多了 玄 玄穆宗 果然 于成飞三人 一听到玄穆宗三个字 皆都目露震惊 透着畏惧之色 二宗三门四谷 那是断魂渊里 九谷超级势力 其中玄穆宗 就是二宗之一 而能赐予先天二重化圆镜的 唐明阳玄机法剑 说明唐明阳的母亲 在玄穆宗的地位很高 甚至十有八九 是玄圆之镜的强者 好剑 果然是好剑 这金眼灰鳞蛇的鳞甲 就算是我们身上的 黄机法剑 都很难切割 我就借着唐兄的玄机法剑 将这蛇鳞割下来 切成七份 大家分了 这世界就是如此残酷和现实 于承飞也误以为 唐明阳是玄穆宗子弟 母亲还是玄穆宗的 玄圆之镜强者后 立刻收起贪婪心思 称呼也从略带不敬的 小表弟变成了唐兄 满脸的八戒讨好 他将蛇鳞包下来 再将玄幽灵剑 恭敬地递回给唐明阳 笑道 唐兄 金眼灰鳞蛇是你斩杀的 我们反倒是沾了你的光 就由你来挑选了 唐明阳接过他的玄幽灵剑 心里冷笑 既然这于承飞对他露出贪婪和杀鸡 他也正想找个理由 将他们都斩杀呢 没想到他们却被苏小唐的一句话给吓退 至于玄穆宗什么的 他看来完全是苏小唐边来吓唬于成飞的 在他的记忆里 从小就得知他母亲在生他之后就死了 并且还只是个普通的民女 故而他父亲死后 他没有了后台 在家族地位遗落千丈 才成为他人的棋子 直到逐出唐王府 我和京儿这两份就给我表姐吧 若无他事 我们就先走了 唐明阳懒得理会于成飞三人的八戒 既然他们误将他当作玄穆宗的弟子 那就任由他们误会吧 苏小唐听见唐明阳要将蛇鳞让给他 心里大喜 就算卖了 也能值几十颗一品丹药呢 他快速挑好三块最好的蛇鳞皮 见唐明阳和林京要走 赶紧追上去 表弟 等等我 第八十章 二月圣女 苏小唐追上唐明阳的脚步 他是想通过唐明阳 高攀其身后神秘的旧母 当然了 旧母还是不是玄穆宗的人 他并不知晓 刚刚也是一时情急 将玄穆宗搬出来吓唬于成飞三人的 但他心里认定唐明阳这身本事 肯定是旧母调教出来的 可见那位旧母当真不凡 于成飞三人也都跟了上来 天灵宗在断魂渊的诸多势力里 算得上一流 在外人看来很强大 可和二宗之一的玄穆宗比起来 当真是差得太多 再者 天灵宗内部同样是派系林立 要想在天灵宗里立足 实力和势力都必不可少 他若是能巴结上唐明阳 他无论是在瑜伽 还是在天灵宗 地位都能更上一层楼 唐明阳对这几个根屁虫都很烦 越靠近同林双约好的碰头地点 他内心的不安之感越发的浓烈了 他对于于成飞等人的八戒表现得很冷漠 可他这种冷漠在于成飞等人看来 瞬间就成了玄穆宗弟子的傲气 唐明阳心里也一阵无语 不过他并没有驱赶于成飞等人 因为他正好借助这几人的身份来掩护 炼丹师协会广场 依旧野草丛生 荆棘密布 周围都是在岁月风霜里 崩塌 掩埋的建筑废墟 残垣断壁 偶尔有毒虫毒蛇 在洞穴和缝隙里闪烁 恶毒地盯着中间那洞 保存相对完整的炼丹师协会建筑 其中无数舞者 以此作为落脚歇息之地 唐明阳踏入炼丹师协会建筑里 立刻有几十双眼镜投向他们 可感受到他们之中有半步玄园强者的气息 很多人都快速将目光转移开来 免得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现在是下午 太阳还没开始下山 这里的人和那晚唐明阳来时 少了不少 大厅里摆摊的人也很少 更多是伤员 一眼看过去 哀嚎遍地 惨不忍睹 这些人的伤势都很古怪 身上没有明显的伤口 但浑身肌肤通红 血管根根暴露 整个人都膨胀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 唐明阳眉头微皱地说道 他并未感受到这些人呼出的气息 带有中毒的迹象 百里外的那片古镇废墟 有人挖出很多条地底隧道 里面通向一片神秘的地底宫殿 这些人进去寻宝出来 没过几个时辰 就成了这种症状 各种解毒丹服用下去 都不见效果 如今也没有人知道 他们到底中了什么毒 如今那片新发现的地底宫殿 都无人敢下去探寻了 苏小唐心有余悸地说道 本来他和于成飞等人 也想去地底宫殿寻宝的 可见到这些人的中毒惨状后 这才下止步 唐明阳粗略看己眼 并没有立刻看得出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病症 他心念着林霜的安危 也没有心思去研究 这些人到底得了什么病 可怜他生死丹尊的丹道水准 一眼都看不出病症的 只怕寻常的六七星炼丹师 也难诊断出病因 然而就在这时候 一个仿佛三月暖风般的声音 在炼丹师协会大厅里响起 声音清脆悦耳 让人忍不住产生喜悦和亲近 和林霜那种天然带着 丝丝诱惑之力不同 这个声音带着丝丝的圣洁 诸位 你们受伤的伙伴并非中毒 而是身体钻入了血丝虫 血丝虫不耐高温 你们只需煮沸一桶清水 用真气护体 进入其中泡棒壳中 血丝虫自会从毛孔里钻出来 唐明阳寻身看去 二楼的长廊出 平澜而立 一位白衣家人 黑发如铺 细绳束缚 一张脸蛋被一层青烟薄雾所笼罩 朦朦胧隆隆间 只看得清是张完美的瓜子脸蛋 唯有那双点漆乌眸 醒目又坚定 没有人看得清这位女子的面容 但从她圣洁的气质 和天籁般的声音来看 这必定是一位绝代佳人 可没有人敢对她 生出一丝亵渎之意 因为她的修为 是恐怖的悬缘二重出窍境 唐明阳目光一眯 看向这女子 左胸口衣服上 一朵金色的火焰 这朵火焰的外形 和炼丹师协会建筑外形一模一样 在火焰下 则是两轮淡金色的冷月 二月圣女 唐明阳有些意外 炼丹师协会 这个横跨诸天的超级势力 唐明阳前世作为生死单尊 也都没有弄清楚 她到底有多强大 里面有多少高手 隐藏多少秘密 但她的组织结构 和大多数宗门差不多 分为普通人员和核心人员 凡是到炼丹师协会 考核炼丹术成为炼丹师的人 都可以称作是炼丹师协会的普通人员 炼丹师协会所颁发的炼丹师袍 以星辰的数量作为炼丹师品阶的认定 平时称呼一个人为几星炼丹师 就是由此而来 即便你星级再高 都是炼丹师协会的外围成员 前世唐明阳作为生死单尊 考核成为炼丹师协会认证的 十二星炼丹师 可也仅仅是成为炼丹师协会的 普通长老而已 稍微可以接触一些炼丹师协会的秘密 可像他这种 不是炼丹师协会从小培养的人 能成为普通长老 已经是达到顶点了 绝无可能再进一步 成为炼丹师协会的核心长老 能够成为炼丹师协会核心子弟的人 每一个都是爵士天才里的爵士天才 或为是天地间少有的体质 或为身怀厉害的先天神通 并且要成为炼丹师协会的核心子弟 在入门前 要经过一场正式严肃的洗礼 历世要成为丹神的信徒 故而炼丹师协会的核心子弟 又称之为炼丹师协会的圣子圣女 而他们则以弯月作为标识 来区别普通的星级炼丹师 丹神是炼丹师协会信仰的神奇 是一团金色火焰 就是炼丹师建筑外形的那团火焰 据说虔诚的信仰丹神 可以提高炼丹的成功率 唐明阳对此从来都是嗤之以鼻 不过能在天舞大陆这个小地方 见得到二月圣女 唐明阳还是非常的意外 毕竟就算在乾坤大世界 无穷无尽 人口亿亿万万 能成为炼丹师协会圣子圣女的 也都非常的稀少 再者 绝不能小瞧任何一位圣子圣女 即便他们的修为比你低 唐明阳知道 有两处地方 可能有传说中超越天极绝品的 神级功法五级存在 一处就是传说中的九大神纪 一处就是炼丹师协会 别看这位二月圣女 只有玄缘二重出窍境修为 但唐明阳绝对有理由相信 即便是玄缘三重神游境 甚至是玄缘四重玉物境的强者 她都有可能斩杀 因为唐明阳就曾经亲眼目睹 一位二月圣子 在三位玄缘四重玉物境的强者围攻下 连法宝都不寄出来 轻而易举地将围攻者斩杀 不过 此刻 唐明阳相比于这位二月圣女的身份 她更感兴趣的是她口中所说的血丝虫 没错 被血丝虫钻入体内 吸食人体精血 就是这种浑身通红 血管暴露 肉身像吹气般膨胀 这里有血丝虫 那么定然有血魂花了 唐明阳有些激动 血丝虫 严格来说 它并非是一种虫 而是血魂花的花香 在吸入人体后 它和人体的血液结合 使得血液凝聚成丝 这些血丝会游走于肉身各处 会不断壮大 就如同有无数虫子 在吸食血液壮大一样 故而才称之为血丝虫 很快 有人就从储物戒指里拿出枣筒 倒入清水 水煮沸后 进入沸水里蒸煮的病患 很快就停止哀嚎 一刻钟不到 再出来时 几乎都好了 而众人往煮沸的清水里一看 果然多出一条条 几乎肉眼难见的 倒的血丝 就如同死去的虫子般 沉浮在水里 有人治疗成功 大家都开始煮沸清水 为病患的朋友兄弟治病 同时给那位二月圣女磕头感谢 大厅一度乱糟糟 唐明杨的心思 却有几分飞到血魂花上了 血魂花 是炼脂撞魂丹的主要 玄源六境 主要是对魂魄的修炼 在上古 还未细分 巨魂 出鞘 神游 欲物 显魂 阴体六境时 又称之为炼气化神 修炼达到玄源之境 先天真气和天地灵气结合 会进化成为质量更高的玄源真气 玄源真气存在于肉身丹田里 是肉身搏杀的能量源泉 然而修炼在石海里凝聚出神魂 而神魂里还有一种力量 称之为魂之力 魂之力 涉及到法术的施展 神魂的强度 它非常难增长 唐明阳修炼的生死轮转诀 是偏向于神魂锻炼的功法 所谓的偏向于神魂锻炼 就是因为这门功法修炼起来 魂之力增长得比较多 而魂之力越魂厚 人的神魂就越强大 然而唐明阳还听某个超越玄源六境的老不死说过 玄源五修要超越玄源六境 最终要赌玄源之结 而能否杜绝成功的关键之一 就在于魂之力是否足够魂厚 因为要超越玄源六境时 人之魂魄会发生进化 而这种进化的力量源泉 就来自于魂之力 故而 在乾坤大世界 凡是和壮大神魂沾上关系的东西 都炒到了天价 壮魂丹 更是壮大神魂 增长魂之力的丹药 每一颗壮魂丹 都有上通天拍卖会进行拍卖的资格 别说壮魂丹了 就算是炼制壮魂丹的主要血魂花 若是有些火候 也有上通天拍卖会的资格 因为 就算在通天拍卖会上 也不常有人出售壮魂丹 而要想弄到壮魂丹 只有自己收集材料 找高明的炼丹师来炼制 而唐明阳会炼制的壮魂丹 有几十种之多 这些丹方大都是前世那些人 自带丹方和药材来求他炼制的 但最好的壮魂丹 还是他生死丹经里记载的生死壮魂丹 它是辅助生死轮转觉修炼 锻炼神魂 增长魂之力的关键丹药